有没有一个Plan B,假设政改通过不了,一国的23条立不了,两制的22条也没办法立,会不会出现一个宪制或管制的危机呢? 为什么会搞不到政改呢?要不就是香港的人不赞成,我找不到三分二的人同意,那是第一个Hurdle,第一个跳蓝,要跳蓝,如果是那个搞不到的,很多东西都搞不到,应该很多东西都搞不到,就是希望,如果是这么失败的,就希望搞到一些民生的问题,一半人同意就得那些问题。 就是Plan B,集中搞民生,要集中搞民生,没有法子,你搞不到,不会因为政制问题而不搞民生问题? 是的,民生要照搞的,因为民生吃饭的问题,没有法子不搞住屋的问题,收养死葬的问题? 是的,没有法子,迫着要搞,那个要搞,但是那些政治那些东西呢,没得搞,搞不到,但是如果反过来,你搞了, 这个政改可以搞得怎么样?三分二的人同意,我拿个方案上去,上面说,喂,831,为什么你不理831? 你不是否决831,我说我没有那么大胆,我不敢否决831,我不敢说取消831,或者推翻831,我不是说那些东西的, 你不是说那些东西,我说那些是历史而已,那他说不行,我一定要831,我就说, 我,中间人来的,我劫在中间,我很苦啊,我有个方案是跟香港人拿上来,想解给你听,香港人这些东西呢,就会接纳的, 嗯,如果你弄831来,我没有法子,你不要弄下来,香港人是很不喜欢的,搞不定,这个政改搞不定的,你弄831,如果他说不行,你是要拿下去, 我说好,我拿下来,跟香港人说,阿爷说要831,那你做了你的部分,是不是? 是的,I did my part,你看看我不知道多少人出来走,我不知道,我也不负责,我负责不了, 你拍马到时候你要脚痛啊? I don't care,I owe a duty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,I owe a duty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, I owe allegiance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, I owe allegiance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, I owe allegiance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, 因为我是磨心来的,就变了磨心, 你一做都不,他们有一点不同,现在你已经是磨心来的,搞到你更磨心, 这份是一份衰功来的嘛,不是, 另外一个candidate都是这样说的, 他错,不是衰功来的,是什么? 这份是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来的,不是工来的, 即是不是打份工,是做的使命, 即不是我要做好这份工, 不是说有多少钱人工,我又做多少钱人工, 这是一个使命来的, 你没有这样的心态,不要做这个使命, 即是不要说我厨房太热, 是的,没错,没错,这个不怕的,不怕的, 没错,没错,没错,没错 你